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修改视频和视频设置,利用增强效果,改善在移动设备中上传的视频。 从移动设备上传视频后,您可以对视频进行微小的调整。 如果视频的观看次数已超过10万次,那么您可能无法保存对视频的更改。 此限制不是用于已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的频道。 如果无法保存所做的更改,您可以创建一个新视频,使用新的视频网址,使用另存位新视频选项,创建一个新视频。 然后在新视频中进行更改。 Android设备,iPhone和iPad更多更多更多,使用增强功能。 要在移动设备上,使用增强功能。 请执行以下操作。 点按摄像机图标,上传视频。 录制新视频,或选择现有视频,进行上传。 使用增强功能,剪辑视频。 要更改视频的起始和结束位置。 请拖动视频,预览画面下方胶片中的白色圆点。 按住手柄可进行更细微的调整。 向视频中添加音乐,点按音乐图标。 然后添加来自音频库,或您的设备中的音乐曲目。 使用滤镜,点按添加视频滤镜效果。 输入视频的其他详细信息。 然后点按保存图标。 调整音乐曲目。 您可以向视频中添加来自YouTube音频库的或您的设备中保存的音乐曲目。 音频库,您可以添加来自YouTube音乐库的免费音乐。 选择特别推荐或流派和曲调标签页,可以浏览音乐。 在添加音乐前,您可以预览音乐在视频中的播放效果。 来自您的设备。 如果您的设备上存有音乐,则可以选择设备上的曲目标签页来添加您自己的音乐。 请注意,您不能从设备上添加受版权保护的音乐。 在添加音乐后,您可以按以下方式对其进行修改。 更改位置。 滚动音轨来,更改其与视频的同步情况。 更改混音程度。 点按来更改音轨与原始音频之间的混合程度。 排查保存增强效果时出现的问题。 要保存更改,请确保您的视频满足以下条件。 观看次数。 如果视频的观看次数已超过10万次,那么您可能无法保存更改。 这不是用于对人脸进行模糊处理的增强效果。 此限制不是用于已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的用户。 用